香港老牌名媛,也是有名的慈善女皇赵曾学韵多年来一直秉持低调作风。 这些年,她已经甚少出席公开活动,也不太举办私人活动,除了为慈善活动出力之外。 事实上,这近五年来,赵曾学韵颇为高调的一次是在2020年初, 她与丈夫举办了金婚晚宴的时候,当时邀请了不少名人出席, 不过要说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她三代同堂的合照。 一家十六口在台上亮相,让人记忆犹新也羡慕不已, 真的就是儿孙满堂,因为有十一个子孙。 赵曾学韵夫妇平日与长子及五个孙子住在一起, 周末女儿、次子以及其他的孙儿也会回家聚会, 一家那么多人,可想而知房子的面积就不会小。 事实上也是如此,她邀请了香港网红旅师会参观了她所住的豪宅, 令她这套价值十亿元的豪宅首度公开。 坦白说,能够被称为慈善女皇,那是得建立在财富丰厚的基础上, 赵曾学韵有这样的美誉,可知她的身家有多丰厚, 所以住豪宅根本不意外,家之家族有那么多人,十亿的豪宅, 也就是所谓的house,大宅。 赵曾学韵的这套豪宅位于半山,一共由三栋房子所组成, 在布局上应该就是与两个儿子一人一栋, 又或者是每一栋都有独特的布局与用处, 总之足够一家人生活,并且空间很大。 赵曾学透露,豪宅内部一共有六层楼高,内置了电梯。 而大宅的基础设施很完整,有庭院、泳池, 在豪宅的高层还能看到香港的夜景。 而从豪宅外部来看,不算特别辉煌、壮观, 但内部更像一个博物馆。 步入豪宅前,就已经看到了三部名贵的房车停泊在车库内, 实际上车库的设计也特别,车库顶部就是一个空中花园。 赵曾学韵在大宅的门口迎接旅试会, 大门一开就能看见屋内的螺旋楼梯,相当壮观。 赵曾学韵当天打扮隆重、得体,穿了祖母绿色的长裙, 而鞋子与裙子的颜色一致,右肩还有一条红色的披肩装饰。 赵曾学韵已经79岁了,不过风韵犹存, 打扮之后,气质仍然出众,韵味十足。 赵曾学韵带着旅试会参观了豪的大厅,并且进行介绍。 豪宅内除了螺旋楼梯外,超巨型的水晶吊灯也极具气派。 三盏吊灯由水晶组成,赵曾学韵称这是从土耳其皇宫拆迁后运来的, 由于灯弹已经停产,已经无从更换。 而因为人口较多,所以大宅内有两个饭厅,备有木质园餐桌, 而大厅以及饭厅内四处的装饰物都是古董, 包括古董花瓶,皇帝皇后的陶瓷人像。 而在客厅,饭厅还有赵曾学韵与丈夫的画像与曾经拿过的各种荣誉奖杯。 随后赵曾学韵还带着旅试会搭乘电梯参观了楼上以及室外花园, 猎人叹为观指的是豪宅内部的每一处都是打卡的景点。 这么大的一套房子,又有那么多人居住在此, 仅仅是打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赵曾学韵透露,他现时一共聘请了七个工人, 一个厨师来负责豪宅的各个部分的打理。 赵曾学韵与丈夫赵善簪一共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三个子女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 其中长子就连生了五个儿子, 五个儿子都是混血,而媳妇是外国人,长得帅气。 十一个子孙中,仅仅是男孙就有八个, 还有两个外孙,外孙女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两个儿子生的全都是儿子, 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相当热闹, 和赵坐在螺旋楼梯可以把楼梯塞满。 而赵曾学韵儿孙满堂, 很多人形容这就是他做慈善的福报。 赵曾学韵是名媛,是富商, 更是慈善女皇,他做慈善做了四十多年, 也就是说从发家致富开始, 他就秉持着取之于社会, 用于社会的理念。 不过赵曾学韵并不是一开始就富贵, 他在广州出生,早些年随家人移居到香港, 曾经在立地电视新闻部做过三年打字员, 后来虽然嫁给了赵善簪, 丈夫家族有实业, 但富家人口众多, 丈夫也没有分得什么好处。 好在夫妻俩齐心协力, 七十年代初期攒下了创业资金, 创办了恒星集团。 借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 恒星集团也很快成为了大公司, 赵曾学韵一跃就成为了成功企业家, 与此同时他就开始做慈善, 直到如今。 现年79岁的明媛赵曾学韵身家丰厚, 同时因热心公益而被誉为香港慈善女皇。 近日赵曾学韵含有公开其位于半山, 由三座屋组成, 市值十亿的超级豪宅, 豪华的有如博物馆, 令人惊叹不已。 赵曾学韵最近让网红旅校长吕诗慧到访参观其半山豪宅, 未入屋内已见到三部名贵房车停泊在车库。 大门打开后就见到螺旋形的楼梯, 眼前还有超巨型的水晶灯, 极具气派, 而且这组水晶灯大有来头, 为土耳其皇宫拆迁后运来。 赵曾学韵却透露有烦恼, 接音当中所用灯弹已经停产, 若坏掉便无法更换。 赵曾学韵指屋内共有六层高, 有内置电梯, 现时雇用了七名工人, 及一名厨师。 屋内有两个饭厅, 备有木制园餐桌, 室柜内则放有多个古董花瓶, 以及皇帝皇后的陶瓷人像。 赵曾学韵又介绍客厅上的照片, 包括她与丈夫一起拿的奖项, 与戴安娜王妃及法国总统等的合照, 非常珍贵。 除了屋内装潢奢华, 户外也不遑多让, 有庭园、泳池, 还可以饱览香港美景。 赵曾学韵代理校长游花园校园, 每一处都可以打卡。 以为赵曾学韵的富贵生活, 非一般平民可以想象, 但原来她都有接地气的一面, 被问道, 用的什么东西不是那么贵, 赵曾学韵就指着一个貌似LV, 以及另一个纯银的纸巾盒, 她还自曝有用评价品牌护肤品, 成为朋友所赠, 不要浪费。 赵曾学韵出生于广州, 早年宜居香港, 丈夫是恒星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赵善簪, 育有两子一女包括长子赵如奇, 次子赵如恒和小女儿赵如称, 现实儿孙满堂。 赵曾学韵与丈夫2020年 曾举行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 出席宾客包括马德中一家三口, 吕良伟夫妇, 王敏德夫妇, 刘昆明和乐意玲等。 赵曾学韵曾出任多间公司的董事, 本身亦积极投身教育界, 包括担任人际医院赵曾学韵小学校董会主席, 乐基幼儿学校及乐佩儿幼儿园幼儿园校监。 但原来赵曾学韵未婚前也有过心酸史, 曾试过每日打三份工, 余力的电视新闻部做过三年打字圆。 即使嫁给家族从事建筑生意的丈夫, 两人仍选择自立门户外出打工, 当时赵曾学韵兼做两份工, 家中仍曾穷到没钱交报纸费。 有人说他太奢侈, 但我觉得, 人家几十年的努力换来的享受, 有什么不对? 再说了, 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用港人的话说就是, 有车有楼, 又乐善好失, 真记好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